这个是厦门的中古山索道 我们终于排队了很长很长的队 是不是 哈喽 今天带着儿子去索道去玩一玩 走 大家跟我一起去看看 看看厦门的索道是怎么样 开不开心去索道 开心的要命 现在我们在等车 约了一辆滴滴 来 车来了 车到了 哇 这个坡上去 这个坡上去 就到了中古山索道的路口 好多人 开队了 这排队就冷上的排 终于快到我们了 终于买到票了 可是上缆车的人还是很多 哈喽 我们上来了 我脑袋一片空白 稍微则刺激吗 刺激 好 我们上了 我可怕 这个是厦门的中古山索道 我们终于排了很长很长的队 是不是 这里可以看到很美很美很远的风景 而且正好太阳有点略微下山的感觉 小伟长 看镜头 这个中古山隧道是中途不下 这个中古山隧道是中途不下 一直到山顶绕一圈 直接下来 全是藤蔓 那房顿 这一路的风景很漂亮 这又可以看山又可以看海 我看一下背后的风景 哇哟 听说这边可以看到双子探 这下面的茂密的植物园的树丛 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我打着吃 这山井杂那个垃圾就这么多 哇 这个树像什么 像不像那个一根针一根针在上面一样 哇 得沾一下口罩闻一闻这山林的那种气味 那个是啥时候 那个是虎溪岩 虎溪岩 对 虎溪岩的后山 哇 山上的风吹过来空气很好 空气确实好 这垃圾有点空气 这里都属于植物园的范围 所以这上面 都是属于秘密的树 可以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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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面空气非常好 小女生你觉得今天上来玩感觉如何 很舒服 心旷神移 是不是 总比你在家里面玩iPad的感觉要好吗 好的 然后 然后那个 拿出来放 你看这个树林还是很漂亮 对 但一看底下就是 有些垃圾浓 广泉水平 活动 对 有一些人不太爱 太乎 黄金威士 好 这个到了中间段的时候 开始面向大海 所到的问题 关于这个 没有 关于这个双字塔高度的问题 哇 这里面向大海 可以看得很清楚 然后又 顶点 顶端看下去就是这样子的 但快点 那个是厦门的地标楼 双字塔 全是大型 就是这个 用网 给他用 诶 是不是进到对面 这乡下的居民天天住在这种 空气清新的环境下 桑林黄暴的这种环境下 感觉也是一种享受 而且还是在双字塔的这种 这个前面就是返城站 那他就是中古山隧道就是往下 绕了一圈 回来 从这个地方返城回去 道价是70 不韩 没有上下 这些 步骤 所以就直接移仗式到底 我们要重新返城了 从这个返城站 直接不用下车 可以直接里面的这个 绕回去 又做了一遍 所以我感觉70块 应该这个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来回一起 太值了 最主要这个路上的这个风景 沿途这个风景还是很漂亮 哇 这有一下头发 这餐厅好有特色 感觉特别的风 感觉特地行 总来讲这个中古山所到的体验感还是很好 最主要是沿途的风景 还是蛮值得大家去看的 嗨 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 因为最主要今天的视频 主要是可以看一下 整个中古山所到的一个环境 所以下一次 不过再去别的地方 再跟大家一起分享 在kopik 每个中古山所到的一部 相对的地方 还是蛮值得不错的 也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